秉道出道十年 發行第一本個人寫真書 不過全身包緊緊 連在海邊都穿西裝拍攝 實在他也沒看頭 大家只好並問他 什麼時候要當兵 他卻拿報稅來舉例 四月三十到六月三十 都可以報吧 我記得好像是 但沒有人會在 六月二十八號的時候 一直問你說 你怎麼今天還沒報索得稅 你怎麼今天還沒報索得稅 因為報索得稅的 截止日期還沒到 我在截止日期 在國家規定的期限內 我應該有權利 決定自己的人生 態度強硬 繼續被問禿頭疑慮 明道明顯火都上來了 你視力有問題嗎 就是我在你面前 其實你可以看 機器也可以拍 你拉一下 我拉嗎 拉你的頭髮 拉你的頭髮 一件事 陳托宇夢婷 採訪報導